早安书店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书店这个单元里面 固定的要跟您介绍的是 这个月的光华杂志 看到这一期的光华杂志里面的封面故事 志平是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过去我曾经也是一个霹雳迷 讲到霹雳二字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是不是觉得耳熟能详 所谓的霹雳布袋戏 里面的刀光血影 杀来杀去 可是却又充满着各种 很炫目的特技的这些技巧 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或者说他们在新一代的接班人当中 会有怎样的文化的思维 待会我们一一要跟您介绍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位是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 陈建伟 建伟你早 主持人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谢谢你一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封面故事里面 再创霹雳巅峰 我坦白说 这个霹雳好像一直都在巅峰了 其实霹雳真的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长青的这个戏剧 因为它其实十几二十年来 它其实没有间断 每天都一直在播出 是 一直有新的系列这样子 我们讲这个霹雳布袋戏 其实它是金光戏的一种 然后这个从最早的这个 他们的第一代就是这个黄俊雄 这个昏秋大如鹅 我的米南语很恐怖 云秋大如霞 从他们这边开始 然后一路霹雳布袋戏 赋予了这个非常新的生命 我首先要跟您请教的是 为什么这一期想要介绍 霹雳布袋戏呢 其实我们这一期 整个的封面故事的系列 是围绕在这个新世代 年轻世代的一些作为上面 那霹雳这部分 刚好很有趣是说 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长青的 这种传统的技术 记忆嘛 可是刚好呢 他们在2015年的这个农历春节期间 他们要推出这个 睽違15年的电影新作品 要重新挑战大荧幕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这个主导人呢 就是他们第四代的传人 黄亮勋 他就是黄俊雄的这个 黄强华的儿子 对那 因为他刚好是这个非常年轻 他还不到30岁 可能今年刚满30岁吧 是 对但是他就能够就是 带领这个霹雳 往一个很新的方向走过去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是 这个过去我曾经看过 霹雳推出的这一部电影 盛时传奇 然后呢 这个 其实坦白讲了 他当时把这个霹雳布袋戏 搬上大荧幕的时候 我看了是觉得怪怪的 那么而且 里面很多 因为霹雳布袋戏本来是一个 他就是用这个非常炫目的这些 声光特效来吸引我们的目光 那这一次 这个他又推出新的电影来 而且是3D的是不是 没有错 是第一部这个台湾本土 全兔本土自制的3D动画电影 哇 哇哇 之前我介绍过3D卡通 就是这个讲青蛙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3D电影 好 那这个黄亮勋这个年轻人 你刚刚说 他不到30岁 了不起就是30岁而已 但是呢 他是怎么样用新的思维 注入这一个 他的爸爸呀 他的祖父啊 都已经运作得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霹雳的系统 我们首先要先稍微澄清一下 就是关于霹雳跟那个 我们说混乳在路线之间 它其实是有一个 其实霹雳是另PC进出来的 没错 那当年的这个实验文藏进人 他们那时候 黄俊雄他创造的是一个 我们说电视布袋系的 一个新的挑战 新的尝试 是 那到后来就是黄俊雄的儿子 黄强华跟黄文泽兄弟呢 他们觉得想要再加入 更多的这种 声光特效的部分 那所以他才会 另外开辟了一个霹雳系列 是 所以其实 真的要说霹雳的话 其实是从黄强华开始的 只是说他们这样一代相传 从早年的这个黄海带 到黄俊雄 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 但是一直有各种的尝试 那所以说黄强华 他本身就是一个 不停地在创新 不停地在挑战现有的东西的人 所以他对于这个新的技术 他或者是年轻人的 这种创新的能力 他非常的尊重 那其实以前他的儿子 这个黄亮勋 其实我们大家 应该都有一种类似的感觉 就是说小时候 对于自己家里面的这种事情 不管是你的爸爸在从事的事业 或者是妈妈在从事的事业 都会有一种 既熟悉又陌生的这种 近乡情缺的情感吧 我觉得 又想去投入 但是又怕我们投入之后 这个成就比不上自己的副职辈 对 那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 尤其他这个东西是一种 全台湾 甚至整个华人圈 都很熟悉的记忆的时候 那他又非常的古老 他其实布袋系 已经数百年的这种传统了 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会觉得 好像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所以其实 一直到他念大学 他对于这个是完全没有 他虽然有看过 当然有看布袋系 但是他对于这个兴趣缺缺 那其实黄强华也认为说 这个儿子大概 不太可能会来接这个家族的事业 是 殊不料呢 他这个 黄尚勋进了台湾大学念书之后 他这个 接触了这个摇滚音乐 那他自己组了乐团 是 那他听了很多这种国外的音乐 特别 他特别喜欢冰岛的这种独立乐团的音乐 那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 为什么这些国外的独立乐团 他们的这个发展好像都不错 可是台湾的这些乐团呢 我们照着这些国外的乐团的模式去 去做去发展的时候 都会受到很多的挫折 大家的反应 市场反应都不好 他就发现说 因为这些冰岛的乐团 虽然说他离英国比较近嘛 所以他有一些英国摇滚的这种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可是冰岛的乐团呢 他们 第一个他们会努力的用自己的冰岛的语言去创作 第二个呢 他们会用本土的这个故事去创作 是 用他们当地人熟悉的故事和生活的一些经验去创作 所以就很容易引起共鸣 但是台湾呢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 常常都是按照着国外的路子去走的 你就脱离了我们本身的这个生活经验之后 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 好像对他们很酷技巧很棒 可是没有很喜欢这样子 他当时就发现说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脱离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这种脉络 或是协议 那他回头一看就发现 其实布袋戏一直以来在台湾人的心目中 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了 因为你提到台湾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布袋戏 提到布袋戏很容易就想到台湾 那他发现说 如果我想要从事这种文化创作的工作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去抛弃这个文化的这种脉络 我没有必要斩断过去 而应该是回到这个脉络里面 那重新去把它找到一些新的生命力进去 那就又可以让这个年轻一代的人 在布袋戏里面找到新的共鸣 是 他因为这样子而回头 那回到这个家族的这个事业里面去 进行一些新的创作 那这个时候最高兴的当然是他爸爸了 爸爸哦 想不到儿子这个迷途之反 他回头了 是 了解 那这个重新回到自己的这个家族事业里面来的时候 我相信也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啊 呃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呢 是光华杂志的资深编辑陈建伟 请建伟来跟我们大家介绍啊 呃 有关于光华杂志这一期里面介绍的封面故事 他主要介绍的是 呃 这个黄海带以来的这个霹雳布袋戏啊 这个第四代的传人黄亮勋 刚刚我们提到了是这个 他从这个海外的音乐啊 听了很多这个音式摇滚 从这个音式摇滚里面呢 再找回到觉得嗯 呃 正如这个建伟在文章里面所讲的啊 在我看了这句我很感动 他说创作不能脱离自身文化的脉络 光是模仿很难打动人心 这就是黄亮勋他说的 于是乎他回到了自己这个爸爸的这个事业里面来 那么好了 他为自己啊 他这个从自己的文化出发 然后他注入了哪些新的元素呢 其实当时他呃回头看霹雳这个布袋戏的系列的时候 他发现其实二十年来霹雳一直在呃 他当然一直每天都不断的播出新的系列 嗯 所以其实他也慢慢的走入一个这个困境当中 嗯 因为他的故事呃一直脱离不了旧的一些格局 那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 例如说我们说一夜书啊 嗯 素环珍 对 这些人他都已经活了十几二十年了 哎他们永远死不了啊 对他们也不会死 那新的角色好像也不能比他们更厉害 对 那他们又已经厉害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所以说呃 呃 其实黄强华他自己也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做出一些新的突破 嗯 可是你也不可能放下这个原本就有的这庞大的霹雳的这个戏迷们 嗯哼 所以呢 这个一个因缘巧合之下 那个时候黄强华看了这个阿凡达电影 嗯 他发现说呃 3D电影技术 要是能够跟布袋戏结合的话 嗯 一定会让整个布袋戏的视觉体验又再往上提升一个境界 哦 他就觉得说呃 如果说我们另外再做一部新的电影 嗯 那这个电影呢 跳脱原本霹雳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架构 哦 他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系列来 那也许就可以呃 为霹雳找到一个新的 或者整个布袋戏找到一个新的生命 继续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呃 新推出的这一部的这个霹雳布袋戏的电影 跟原来素环针或是一页书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没错 他完全 哇 放下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成功的这些角色们 嗯 那我那时候就问这个黄亮勋 嗯 呃 这一段在我们杂志里面并没有写出来 是 我问他说 为什么要抛下这个霹雳的这些人物呢 嗯 因为我们听一些耳熟能详的这些动画的故事 比如说像呃 比如说不论青龙珠啊 嗯 或者是这个海贼王 是 他们有很庞大的这个戏名之后 当他出电影的时候 嗯 他一定都是用原本的角色嘛 对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呃 剧情不用很特别 其实剧情的线路 这个脉络都是一样的 哎 他们碰到一个新的对手 嗯 然后碰到困难 然后主角就各自用各自的这个成名绝技 对 解决了对手 啊 就完成了 是 这样子的电影 他们不停的拍 不停的拍 嗯 为什么这个戏名永远都买单呢 哈哈哈哈 有意思 因为你进去看 大家看的是角色 是 大家只想要看到那个角色 然后使用他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招数 嗯 这样就完毕了 所以黄亮勋说 如果今天我们重新再把苏韩正 把一页书甚至把这个 就算把以前的实验文 或是黑白狼军通通都放进去 嗯 那只要每个人就是喊出他们的这个 经典台词 嗯 使用他们的经典的这个招式的话 是 这个电影一定会买错 没有问题的 嗯 如果要赚钱的话 嗯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是他们现在 并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他们觉得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把布袋戏找回来 嗯 因为布袋戏 其实他以前就是一个 很庶民的一种娱乐 是的 那他是很贴近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 嗯 那你在说故事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都会 嗯 听得有一些这个共鸣 嗯 可是现在的布袋戏 因为他整个奇幻到一个 奇幻到一个 进阶了 那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反正就是打来打去这样子 嗯 是 所以他觉得说 其实布袋戏应该要回到 更贴近生活体验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他就想说 我们必须要全部重新来过 嗯 我们所砍掉重电的这个感觉 哦 对 所以他找到这部新电影呢 他的这个故事呢 嗯 他就把它设定在一个 呃 思路 嗯 的这个背景 是 在思路的背景 我们有听过这个楼兰王国 嗯 对 还有消失的这个罗布 罗布伯 是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些 奇幻的背景在里面 又有一些历史元素在其中 嗯 所以呢 不管是东方的观众或西方的观众 都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好奇 那 透过这个 呃 一个新的这个设定叫做奇人 这部电影就叫做奇人密码 嗯 那奇人他其实就是一个 呃 有点像 呃 我们看电影 钢铁人的那种感觉吧 哦 对 他是一个 是一个 可以操作的这个 木偶的傀儡 嗯 那很厉害这样子 是 那主角就可以 呃 透过一个能量去操控他 嗯 嗯 那在这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呢 其实也隐隐约约的就回到了他这个呃 他自己本身布袋系的这个概念里面 嗯 因为这个奇人呢 他是也是一个古老的技术 嗯 但他渐渐失去了他的这个动力的核心 嗯 那这个主角呢 主角张默 他是这个古代 汉代 我们说初始西域的张谦的后代 嗯 嗯 那他为了要找到这个 因为这个奇人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 嗯 那为了要把这个古记忆的动力再找回来 嗯 所以他就到这个古楼兰王国呢 去寻找这个动力的来源这样 把他自己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主角身上啊 对 虽然他自己一直否认啊 他就说啊 没有没有 我并不是张默 但是其实我们看起来会觉得 呃 多多少少反应的这个部分在里面 是 所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一方面就回想 回应到台湾的这个布袋系的情况 嗯 那一方面你又会沉浸在这个 哎 迷幻啊 奇幻追踪这个传说的这种感觉里面 是 呃 另外有一个面向的话题 我倒是要请教建伟 就是说Pili啊 他做的这个文创的这个 这个元素很多 哦 然后呢 呃 相关的这个周边的附属产品也不少 呃 这一次推出的这个 呃 布袋系电影啊 是不是也是秉持这种 这个方向 呃 这一次呢 他是电影做一个先锋了 嗯 先推出这个电影之后 是 那接下来呢 他可能会 呃 一步一步的去扩展这个电影的内容 嗯 比方说他呃 目前已经有规划了续集 那也有规划一个前传 嗯哼 这样可能会是 新的电影会接续的再出来 嗯 那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呃 像电视剧的感觉 是 就是会呃 呃 带状播放的这种 系列影集啦 哦 那之后可能也会再有 漫画 嗯 小说 那还有游戏 线上游戏 跟手机游戏 嗯 都会陆陆续续的 一整套的出来 太棒 太棒 我们的霹雳戏迷们 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觉得很高兴啊 对 那其实他主要是希望说 不管是旧的霹雳戏迷 嗯 还是说没有看过布袋戏的戏迷 嗯 都能够呃 来重新去欣赏这种 很特别的技术 嗯 因为其实在整个 3D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呃 他跟传统的布袋戏友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嗯 现代的这个戏友 他不但说 呃 他整个 以前我们看布袋戏很妙 就是 人 他那个戏友 就是 有点像三角形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他衣服很大一件嘛 是 那整个会垂下来这样 其实跟 现代人的 其实跟人的长相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啊 对 但但新的戏友呢 他就有 呃 更贴近真人的感觉 嗯 那他现在也有腰身的设计 哦 对 那尺寸也更大 因为其实在拍3D的时候 你那个戏友太小 根本也拍不到东西 是 对 那尺寸更大 那他的表情啊 甚至连眼皮跟眼睫毛 都是这个 叙叙如声 非常清楚 都可以动来动去的 哦 那时候现场看到的时候 就 这个东西 它根本就不是 以前我们布袋戏的感觉 他们的长相 很像那个 有种花美男的那种感觉 很震撼 哦 对 那我们同行的这些记者看到了说 这个不是布袋戏 这个是偶像剧 哈哈 哇 把布袋戏当成偶像剧来拍 那真的是 很值得期待哦 是 另外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创新的点在于说 因为我们以前看布袋戏的时候 它很妙是 它是一个单口的配音嘛 就是一个人他从头配到尾 是 不管是男生女生 对 或者是年轻的老的 对 就是黄强华一个人配嘛 对 以前有时候是黄文泽配 对 那 他现在黄亮勋 他看的时候 他觉得说 其实现代人讲话 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吧 对 为什么要用这种很奇妙的方式 当然它是一个传统的 这种技术啦 可是黄亮勋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 会有点觉得 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 他就 他就认为说 其实不同的角色 就找不同人来配音 这样是对大家来说 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那 女生就找女生配 男生就找男生配 其实是非常 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 所以他就一直找了很多的这个 配音师来帮忙配音 那另外也找了一些艺人 像小黄奇跟阿令 他们都担任一些主要的角色 那 除了这个配音的角色多元之外呢 他更大胆的突破是 他还加入了国语配音 因为 以前都是全部都是台语嘛 是 那他就觉得说 现代人讲话 并不一定都是用台语讲话 是 比方说 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一个 都是讲台语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台语跟他讲话 是啊 是啊 那如果他都是一个 都只讲国语的人 我们就会用国语跟他讲话 所以其实现代人的生活 是国台语并存的 或者说 如果你能够讲台语的话 那如果说你就算不会讲台语 你也会听得懂一些台语 所以其实国台语 交杂 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出现的 那他就觉得说 其实在戏剧里面 也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所以他就要求所有的配音员 就是国语配一遍 然后台语配一遍 那他在根据整个这个剧情的需求 来决定说 他这一段他是要用国语讲话 还是用台语讲话 也就是说 他们说这个叫做 一人一体的一个配音的方式 那所以你在里面就会听到 这个角色一下子讲国语 一下子讲台语 那可能碰到一个 整个都是讲台语的角色的时候 他就会讲国语 那相反 他碰到都是讲国语的角色 他就讲国语 那这对于这个传统的戏迷来说 是一个挑战 因为你听到这个戏友讲国语的时候 就会好像有点怪怪的这种感觉 是是那当然 对那但是 如果你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 以前从来没看过布袋戏的人看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感觉 他会觉得很正常 他并不会觉得有哪里奇怪的 对所以他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 是的 那也对 也在他们内部产生了一些争执 不过他都努力的说服了大家这样子 听你这么说 这个倒是大家 我还蛮愿意走进戏院去看一看 因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突破的作品 那这样子说不定会为这个霹雳布袋戏 带来另外一种新的生命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呢 为您访问的是光华杂志资深编辑陈建伟 请建伟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期的光华杂志上面的封面故事 讲的呢就是霹雳布袋戏的第四代的传人 黄亮勋 他非常的年轻 但是呢 他为了这个家族重新的投入 当然了 在这一期的杂志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还有其他的这个建伟的同事啊 写了像这个烘豆达人 像这个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报道 插画家呀什么的 这些都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建伟跟我们的连线 介绍霹雳布袋戏 建伟谢谢你咯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